直接推到那边 放到中间 一回声 二回首改变作战计划 物资摆放迅速确实 大冷天也搬到满头大旱 路线比较长 所以如果穿的话 需要的人也比较多 没变的是 祝福与关怀 重复叮咛也不嫌累 这些衣服由这些拿回去 又要用 还有衣服要穿 发放现场不少孩子在旁等待 九岁的吴建阳调皮得很 慈系志工充当临时保姆 顾周全 你刚刚吃橘子的皮 可不可以乱丢 丢哪里 阿姨刚叫你丢哪里 打几头 一旁的奶奶则是哭红了双眼 去年丈夫突然往生 原本的补助金顿时没了着落 两个孙子还小 家里的苦是怎么也说不清 王奶奶是路劝山区的一个缩影 实际走进片村造访 拐进好几个小巷才能抵达田淫妇的家 几年前因为车祸摔伤脊椎 靠自己附件才能继续行走 但无法再做重活 靠什么生活 靠就是打工中地 说是地也只有一亩半 妻子离家还有两个儿子要养 靠政府补贴修建新房 又碰上慈祭动力发放 谢谢 乐观的田淫妇笑得开心 希望屋子建好后能让全家人再次相聚 戴爱新闻周晨登英中云南报导 感谢观看